歡迎收看 你好… 今天我不是來做貴婦 今天我主要是 希望你教我兩手做甜品的地級 麻煩你幫忙, 麻煩你幫忙 聽多多指教… 陸潤海, 朋友都叫他阿海 阿海以前在澳洲Working Holiday的時候 成功儲了人生第一桶金 因為有不少旅居台灣的經驗 考慮清楚之後 就以台中為中心 打造出自己夢想中的甜品店 但阿海的創業過程不是一帆風順 和股東拆火, 經營不善 令阿海陷入了人生低潮 幸好在這個時候 邂逅到他的另一半 有他的支持令阿海走出人生低谷 現在店舖重新裝修 亦買了人生第一個安樂模 我們這裡有個餅乾 想幫我塗下去 很好玩, 當我小朋友 我以為今天我會弄得很複雜 打這個, 打那個 其實我很想知道 你怎麼一開始走上甜品這條路 你別笑, 真的很無聊 你說吧 是真的, 但這是真的 你說無聊的話, 我一定會相信 因為很像你本人 我本身喜歡看別人吃蛋糕的感覺 在你眼中, 可能你吃蛋糕沒甚麼 在我的感覺, 可能畫面是粉紅色 有些泡泡 台灣很流行的粉紅泡 對, 在我的眼中 類似有這種感覺 那些就是幸福感 看別人吃甜品吃得開心 就會有種幸福感 這是阿海開甜品店的動力之一 其實如果不是開了店 好, 今時今日 可能阿海仍然會是個刀柱流浪的人 他開玩笑地形容自己 是一個浪子, 嚮往自由 最喜歡到處走 阿海當年看到有機會賺錢 想不想就去了澳洲工作假期 都是因為當初這個決定 令阿海有辦法儲到錢 開到屬於自己的店 你來之前是來那一節旅行 那時候是這樣的 我在澳洲工作假期 打工分數 我儲了一些錢 那時候拿錢回去 那時候媽媽跟我說 不如買樓吧 一本樓 這是正路嗎 對, 正路 我當時覺得錢 儲來當然要花 對, 絕對對 對… 如果你放在銀行 是屬於銀行, 不屬於你 我覺得你不花錢 你放在這裡 看著數字就沒意思 是 可能有一天大家來試 再見 那你真的沒有了 那就用完了 拿來這裡試試開店 但創業未必要選台灣 其實想去很多地方 可能是新加坡、澳洲 你也想過其他地方嗎 對, 但當時我儲了那個錢 又不是真的非常多 當時我花了9個月 100萬台幣 那是多少 澳洲真的 你可以儲錢的地方 但當時很辛苦 當時沒有放假 或不放假 我直接… 因為當時我定了目標 你是有目的性的 對… 報名的 我上四份工作 例如不是一份工作 可以有七天給你 可能這個就是上三天 那個… 即是所謂打零工 對… 將它照顧到滿一星期 滿足的 你沒有浪費時間 香港人很平 所以你覺得你的第一桶金 如果去其他地方 可能又不夠 其實我想在香港開銜 但香港的租金太高 壓力太大 但為何在台中 當時我有做功課多少 有住在很多地方 我在台北住過 又在高雄住過 新竹也住過 新竹也對 其實新竹也對 因為新竹有很多 對, 那時聽聞這個傳說 我就在那裡體驗一下 究竟那裡的有錢人有多有錢 其實是真的多 只不過是…因為我們做蛋糕 給女生比較多 是, 對 因為新竹是園區, 多男生 工業園區 對… 都是男生 工程師 比較多 工程師 要不就是他們的老婆 即是所謂的媽媽 對, 通常都是男生比較多 所以最後沒有選擇 阿凱的女兒今年四歲多 小朋友也成為創作甜品的靈感來源 現在寶兒在做這款蛋糕 就是阿凱以自己的小朋友 有為概念而創造出的甜品 由上至下可以看到有花型的裝飾 白色就代表純真 上面的小木馬就代表童真 精緻的外觀設計 口感一樣充滿驚喜 更加成為了店舖的招牌法式甜品 我吃到一些小木馬 對… 所以它有甜品, 有蛋糕, 有小木馬 所以口感有不同的口味 是 混在一起 你覺得香港人和台灣人 吃甜品的口味有什麼不同 極度不甜 亞洲和外國人的口味 本身是… 外國人的口味比較甜 周圓… 對 我們去台灣人就在第一格 真的會再不甜 所以平時會多用酸酸甜甜的組合 可能因為台灣的天氣 譬如說如果很熱的話 你很甜就覺得有小肌 但如果是酸甜甜的 就比較清爽一點 據我所知, 你剛開始來台灣 都不是一帆風順 一開始亞海是跟朋友夾粉開店 但朋友在生意還沒上軌道 就想拆火了 當時亞海的飲食生意還沒回本 但又要分期還展給前合夥人 期間甚至請不起伙計 所有的餐廳工作都要一手包辦 不過幸好有位客人知道了亞海這個情況 跟其他朋友一起幫忙 沒人工的 不單幫亞海度過了生意上最低潮的時期 而這位客人最後還跟亞海拉上天窗 成為亞海的另一半